第2艘055低调下水 对中国军事的关注,程度超过了中国人对他们的关注,在首艘055型驱逐舰下水之后,巴西媒体报道之后,就引发了大量的巴西人回复,甚至有人向巴西海军建议,应该同中国谈判购买这型先进的巡洋舰 巴西媒体报道称,中国社交媒体上发布的图片显示,第二艘055型驱逐舰于4月28日,在江南造船厂下水,第一艘055型驱逐舰在2017年6月下水时,得到了媒体的广泛报道,这次没有得到官方的确认,显得非常低调 055型驱逐舰是中国海军建造的最大级别的水面战斗驱逐舰,长180米,拥有112单元的舰载垂直发射系统,超过美军阿利伯克级驱逐舰就是核96个锤发单元,满载排水量11023吨,使得它在大小堪比美国海军提康德罗加级群洋舰,在建0555卫星图,除了江南造船厂, 在建造055型驱逐舰,大连造船厂同时也在建造,已知的信息显示,这两个造船厂各建造三艘,与第一艘055型驱逐舰下水一样,第二艘055下水的消息一样,引发了巴西人的围观 有巴西网友说,中国正在加快海军现代化的进程,在这么短的时间,就有两艘055型驱逐舰下水,用不了5年时间,中国海军将在西太平洋对美军构成威胁 另有巴西网友替中国担心,印度苏30MKI战斗机,现在可以携带布拉莫斯反舰导弹,该导弹射程450公里,可以在距离400公里的地方发射,中国的军舰做好了防守的准备吗? 不过,马上,有巴西网友恢复到,055型驱逐舰比所有的护卫舰和巡洋舰的火力都要多,而且防御和攻击能力都很强,不用担心,第二艘055低调下水也有巴西网友纠结,这究竟是算驱逐舰还是巡洋舰? 他们说道,在西方,这不应该是巡洋舰吗?这样的长度和吨位,更应该是一艘巡洋舰而不是驱逐舰,不过既然中国人希望它是驱逐舰,那就这样吧,另有巴西网友说,在我看来,完美的线条,经典的外形,055型就应该是一艘巡逐舰,同以往一样,在巴西总有一批非常喜欢中国的网友,他们说道,除了055型驱逐舰, 2010年以来,长星岛建造了4艘052C型驱逐舰和10艘052D型驱逐舰,8年内一家造船厂造了这么多艘军舰,令人印象深刻,拥有如此多的军舰,恭喜中国人,在